環保局忙着清污 北市为防止波强降雨下到周三 加紧脚步避免诱焉 北市周六一场大雷雨 一系间西门丁涌喷泉 中正纪念堂焉得凄惨 大雷雨后直接变湖泊 机车族只好将车迁到安全岛 还有总统府博爱特区也是焉成一片 但这些地方都不该焉成灾 被民众骂翻 要不定期的清理 遇到大水才来清理来不及 不够好 还要加油 从北市淹水地图看 位于万华区的西门丁 以及位于中正区的中正纪念堂一带 都属于不易淹水地区 附近居民不解 这次怎么都成重灾区 9月8号当天有213处淹水 那这已经比原来市政府所掌握的 一淹水路段 已经大概仅有四倍之多 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柯市府 尽快的去把所谓的这个 不在淹水模拟图上 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的 淹水事件的这些地点 做一个通盘的清场 台北市高达千亿的治水预算 却不提大雷雨 是天灾还是人祸 可得好好厘清 记者郭先阳 陈欣怡台北报道 不幸福 区 区 区 感谢观看